上午的最新画面 汉光30号演习民雄战备道操演 在今天上午登场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开场 由F-16 IDF换向2000级E2K预警机 依序的冲场落地 执勤之后呢 整补之后再起飞离开 这是第一次在民雄战备道的演习 吸引了不少军事迷 一大早来现场卡位 不过上午也发生了军事迷 为了抢拍卡位 结果发生了摔伤的意外 等了好久战斗机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天空中 首先登场的是由美国制造的 多功能喷射战斗机F-16 和其他的飞行器相比 F-16较为轻便 又有更强大的反应速度 是许多军事迷的最爱 紧接待后的IDF经国号战机 是由台湾改良F-16 做自行研发而成 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架 能够在五分钟以内起飞的战斗机 而性能相当优越的 幻象2000 除了台湾 在全球各地 也都相当的受到欢迎 不过民众最期待的 还是这架E2K空中预警机 因为这是第一次挑战 在国道上降落 让不少人拭目以待 第三十届汉光演习 16号上午在嘉义民雄的战备跑道 举行战斗机 降落的操练 虽然从前一天晚上 附近的路段就已经全面封锁 不过还是吸引了许多军事迷 来到现场朝鲜 我个人最期待的是 E2K的空中预警机 因为空中预警机能够在这样子 比较狭窄的战备道上做起降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工作 拍到飞机的起降 当然就是非常的兴奋 让我们大家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乐 虽然整个演习完美落幕 不过还是有传出小插曲 当时两位民众站在旅梯上拍照 却因为受到直升机螺旋桨的气流影响 而不小心摔落地面 现在只有些微擦伤 综艺之后已经没有大碍 记得赖声红 李思贤 SNG小组 嘉义高导 李思贤